你知道 韩国财阀太太的生活 能有多潇洒吗 韩国是一个贫富差距很大的国家 富人和穷人的生活天差的别 因此许多普通的韩国女孩都幻想嫁入豪门 从此过上精致奢华的生活 韩国财阀太太真英 原本也是个普通的女孩 不过 自从她嫁入豪门财阀家庭 生活开始变得不同了 清晨真英从美梦中醒来 打开窗户 呼吸新鲜空气 一边听着鸟清脆的鸣叫声 一边看着颇有意境的哲理书 生活是这样的美好 早餐是新鲜的水果 真英的老公特地为真英 购买了许多她爱吃的水果 生活是多么的幸福 真英还养了一只可爱的小狗 漂亮的像一只羊娃娃 真英很喜欢这只小狗 并为小狗安置了一个漂亮的狗窝 今天真英的老公要买新车 车子快到货了 要签合同 而且过一会真英的妈妈要回来韩国 真英要和老公一起去接她 这时候外面下起了大雨 真英就坐在车子里休息 很快车子到了机场 真英见到了久违的妈妈 很是激动 他们拥抱彼此表示想念 随后他们将前往月容庄 豪华酒店进餐 还预定了豪华的足浴房和按摩房 一起感受身心的愉悦 晚餐是在月容庄最豪华的会员餐厅 大家一起共进晚餐的时刻很难得 食物很丰富 各种山珍海味都是美味佳肴 吃完晚饭 还有专门的司机回来接送他们 真是太舒适了 回到家里 真英发现自家狗子已经熟睡了 于是拉上窗帘也准备要睡觉 第二天醒来真英又要前往餐厅聚餐 聚餐后又准备前往保时捷领新车 车帘渐渐升起 真英看到了期待已久的新车 保时捷豪华的车型非常的漂亮 还有熟悉的车牌号 这一切都让真英心动不已 这是老公送给真英的礼物 真是太令人羡慕了 据销售的介绍 车子内部的着色和黑匣子工作皆已完成 所以真英可以马上就开车 真英想到自己还有一辆特斯拉代步 而这辆保时捷新车可以作为 以后工作日和孩子兜风的用车 真是太棒了 跟着销售来到车子 后备箱还有许多惊喜 美丽的鲜花和精美的行李箱 真英的新花怒放小路乱撞 别提有多开心了 保时捷工作人员非常详细且热情地 为真英介绍了车辆的系统 真英的丈夫 还为保时捷车做了很多精美的装饰 真英对这些都非常的满意 也表示很喜欢这辆车 如果哪天你爱人也送你一辆新车 你一定也会这样的 开心嘛 于是真英又度过了一个愉快的下午 然后再和工作人员沟通过后 真英就开着这辆豪华的保时捷准备回家了 在回家之前 真英想到妈妈最喜欢的骆驼咖啡 于是决定去买咖啡 在等待咖啡的时候 真英打开丈夫写给自己的一封信 阅读 被丈夫的真心感动到了 并留下了感动的泪水 回到家里丈夫 又为真英的妈妈准备了很多礼物 真英的妈妈收到好几双爱马仕的凉鞋很是喜欢 并表示对女婿非常满意 到了晚上真英还前往理发店修剪发型 照顾好自己的形象 丈夫就会更加爱自己 于是美好的一天又过去了 早上真英潇洒地开着保时捷新车 前往岳母家探望 他们预定了附近的一家烤肉店 享受一下烤肉自由 随后又前往咖啡店喝咖啡 还到爱马仕买了很多给婆婆和嫂子的礼物 然后还和婆婆和嫂子一起拆礼物 婆婆和嫂子都很喜欢真英为他们准备的礼物 下午真英又带着自家的狗狗出去逛公园 狗狗遇到同类非常兴奋 喜欢冲上去和邻居家的狗狗打招呼 真英也很高兴地和邻居们问好 这样的邻里关系挺和谐的 在狗狗的带领下 真英散步过了一大片公园 没想到在回家的路途中 真英又收获了一份惊喜 原来真英的朋友来了通电话 说是在真英的门前放了礼物 让真英回去看 回到家 真英非常开心 没想到真英的朋友要到国外出差 还不忘给真英准备礼物 这份礼物是多么珍贵而且精美 真英表示非常喜欢 这就是韩国28岁财阀太太的生活 你知道她一天过得有多快了吗 保时捷豪车当礼物 爱马仕鞋子当惊喜 还有月容装豪华酒店作为日常 这样的生活真是让人羡慕不已 你们觉得呢